酒吧 土生煙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卡 我是阿兒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墨西發財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新年系的 算是吧 為什麼有那麼心虛啊 因為我過年在家 我不會跟長輩喝酒 但我覺得在台灣就是要喝高粱吧 灌死他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酒量會好耶 我就是不知道遺傳 啊 可能是媽媽 欸 妳媽還喝酒嗎 不喝 欸 哥大也遺傳 幹嘛 幹嘛 手在那邊敷衍我 吳岸公會自己在家裡面 用什麼釀金線黏酒那種一桶 然後那個可能就40度以上 金線黏是什麼 一種中藥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各種東西釀酒 蛇啊 或是什麼 什麼東沖下草 我跟你講 我前一陣子喝兩個那個藥酒Shop 我直接擺擺 什麼東西的藥酒Shop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去一個店家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跟老闆娘生氣 然後我就跟她喝Shop 喝完我就去另外一間就要喝酒 我直接碎死了 所以是那個藥酒還是另外一間酒吧的酒 我尤其會藥酒 因為我那陣子的酒量沒有這麼可怕的差 所以你現在是很可怕的差囉 所以你才拿38度的金門高樑 欸 有在怕 哇 這量還真少 那我們今天就是直接套一個布套汁看看吧 OK 對 今天是什麼 就是冰箱有什麼拿什麼的概念是不是 這麼特別 沒有看過人家套武套汁 不是 因為我們就是要配合現在比較全球化 那如果今天就是高樑倒下去之後發現 欸不對 家裡有一些外國人 哦 有沒有 這樣就是一個葡萄酒的感覺有沒有 你這有試過嗎 那它入境水俗吧 我們喝得到高樑 但是又好像在我們自己的就是西方家裡一樣 所以放紅酒杯 它就是偽裝成紅酒的 是不是 好聰明哦 換頭哦 這樣就好了嗎 你的比例是什麼 就是一個開心 你怎麼看到的 哈哈哈哈 你幹嘛 到不一樣 到不一樣嗎 這邊比較早啊這個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其實不錯吧 欸 其實可以耶 對啊 一入口是葡萄酒的味道 所以好像仿佛是紅酒的感覺 是吧 可是偽禁後來跟高樑我也出來 而且文也是高樑 那我覺得好 可以再加一點 我覺得這樣剛好耶 真的假的 好 我們今天要聊 既然是過年 所以我們就要聊 就是我們人過年的去世 你知道我家庭是爸的很誇張 那種大差距 有有有有耳聞一些事情 我爸這邊要有四個兄弟姐妹 我媽這邊要有十二個兄弟姐妹 嗚呼 嗚呼 十二個你都認識嗎 都認識 十二個還沒有那麼難 每家十二個在分下來的兒子女兒什麼的 或是他們的親戚 哇嗚 以前過完年之後的開學 然後一定會必備的問題 吃你的紅包錢是多少 喔 天啊 我都不敢講啦 因為我一定是最少的 而且我爸跟我的舅舅啊 如果有協議是不要包給別人的小孩 蛤 為什麼 不知道 他可能覺得 就是稍微包錢嗎 但這就是過年的感覺 我也會這樣覺得 我們那時候討論完 就是你多少你多少的時候都會問說 那你一包多少錢 這天有人都有來這樣子 啊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 天有人都很大 很在拿錢叫我錢 有人現在會包紅包嗎 我會包啦 我爸會包回來 蛤 你先包給你爸 然後你爸會包你之後 然後你爸包錢 去包給你媽 就是這樣 我可能包了三千給他 還會把他錢給我 哈哈哈哈哈 What the fuck 但是我還會包給我阿嬤 我包給很多人耶 然後什麼哥哥的小孩 什麼什麼 以前拿比較多 現在就是要包比較多回去 對啊 這就是大家庭的小悲哀啦 好嗎 把長輩們灌醉 沒有辦法灌醉 小孩灌長輩 每次我過年就覺得 哦 對 我就是多了幾天 可以在家 刷廢嘛 以前我們會在家裡附近的公園放煙 或者就仙女棒啊什麼的 然後那個什麼泡 一定要放的啊 我表哥表姐比較有生意頭腦 他們會直接在那個家門口擺一個毯子 然後就搓搓了 然後搓一個什麼多少錢 但是其實我們村子也不大啦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那幾個 就跟你捧捧唱 小時候蠻鮮怒就大家庭的同學們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熱鬧啊 就是好玩的感覺 過年有一個最可怕的地方 我媽那邊是可能會有那種舅舅 我媽的表哥表姐 會跑來問說 擺明的 就是你一定會忘記我是誰那種嘴臉 然後我想說 完了我就不記得 然後我每一個都是叔叔好愛 然後什麼叔叔 叫我高姆叔叔 沒有啦 因為你看起來太年輕了看不出來 我的媽我每次回花蓮一定會有這個難題 好難猜 很可怕 然後現在是已經變成就是小孩子就要跑過來 然後我就直接 媽那是誰 誰小孩 好 嗨 講完還馬上忘記 嗨你好可愛喔妹妹 我爸這邊也開始會有漸漸出現這個問題 你是還認得出來臉 但是想不起來名字叫什麼 名字就算了吧 嗯小可愛 會準備一個小步驟 寄親親密 我家真的很寫 打在備忘錄啦 如果我有大家庭的話 你記得起來嗎 我覺得重點是我要贏他們的錢 大麻將啊 大麻的 喔對 我要贏他們的錢 我們家以前有一個很喜歡送錢的阿伯 就是可能玩賓館贏的時候 阿伯都給你幾千塊幾千塊 哇塞 你紅包錢已經是一個量 喔對 所以我以前會跟我的同學比紅包錢之外 我還說 但是我賭博又贏了多少 天啊 小時候就可以拿這麼多錢 欸 都被我媽拿走了 高中之後問過我媽說 我以前紅包錢了 我問你其實我媽回什麼 她沒有正面回答我這個問題 她說是媽媽幫你存起來 媽媽在幫你做鬼話什麼的 對媽 我的紅包錢呢 然後還有那個啊 壓點數的 怎麼桌上會放什麼 123456點數 然後一個碗公 然後可能兩個三次 然後你就可以壓錢 可能壓個10塊20塊 然後看你有沒有中 喔好複雜 我有點忘記怎麼玩 那是一個骰子還兩個骰子 然後如果你壓中的話 莊家給你兩倍錢 沒有壓中的那些錢就是莊家收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很喜歡當莊家 因為通常都可以收很多錢 不要放空啦 沒關係啦 那你試圖理解 你到底是什麼 不如玩攝龍門 攝龍門是我長大之後才學的 喔我也是長大之後才學的 但是我往前幾年才真的玩過 我找你的嗎 應該是吧 我們好好玩喔 我上次大人 你可以在我家來啊 我們家人沒有在玩攝龍門 這我可能又要重新再教 所以我們兩個自己在那邊玩什麼 可以就是適合我爸一起 第一次跟你爸證明 就說我們還玩攝龍門 我要一起這樣 總之我覺得我們過年期間就是 好好的在家裡面 跟長輩喝酒 趕快把長輩灌醉 讓他不要再問你他是誰囉 然後如果是像我這樣想家庭的話 我已經就是下載好Netflix 準備要好好大看一場 乾杯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還想要聽我們聊什麼題目 祝大家新年快樂 乾掉 乾乾乾嗎 其實滿好喝的